第三个三题 实验课时老师准备了四种白色粉末 随意标示为甲乙饼丁 并做了下列三项试验 一将粉末加入盐酸中 只有甲汗已产生气泡 二将少许粉末加入水中充分搅拌 甲乙饼难溶于水 三将粉末放在蒸发饼中加热后 发现只有丁会变烧焦变黑色 已知四种白色粉末是硫酸钙 碳酸钙碳酸钙 老师请同学确认甲乙饼丁分别是何种物质 你认为哪一组是正确答案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做法一 加入锡盐酸会冒泡泡 我们知道我们的碳酸盐加锡酸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甲乙应该是碳酸盐 比如说B选项的这里有一个碳酸钙 然后这里有一个碳酸钙 这个是符合做法一 比如说猪选项这里有一个碳酸钙 这里有一个碳酸钙 这就符合做法一 那么做法二呢 它说只有甲跟饼燃溶于水 我们前面学过了 减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难溶于水 所以比如说像C选项 甲叫做硫酸钙难溶于水 饼叫做碳酸钙难溶于水 所以甲C选项符合做法二的结果 但它不符合做法一 因为它的甲的硫酸钙加一 我们的盐酸不会产生冒泡泡 但是我们的猪选项 我们的甲叫碳酸钙难溶于水 我们的饼叫硫酸钙也难溶于水 所以我们就发现猪选项完全可以符合做法一跟做法二 再看到第三个做法说 只有钉会变烧焦变黑色 我们看到猪选项的这个蔗糖 的的确确加热之后呢 会变烧焦会变黑色 所以我们就发现猪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对的 所以我们第三三题问我们说 你认为哪一组是正确答案 那我们呢要选的答案是猪 就是甲叫做碳酸钙 乙叫做碳酸钙 丙叫做硫酸钙 丁叫做蔗糖 就是我们33题的答案